第四十二集 宝马X5发疯一样在高速路上狂奔 时速表上的指针发高烧一般一路上标 160 180 200 220 被赶到副驾驶座位上的司机吓得脸色发白 紧紧抓住车门把手 控制不住的一个劲的发抖 上下牙也是捉对打架 哈苏莫两手紧握方向盘 根本不理睬道路两侧的速度限制警告牌 恨不能长成翅膀马上飞回宾州市 他牙关紧咬 两眼发直 面色铁青 表情令人恐怖 刚下飞机 他就被引机器的噩耗打懵了 车祸 爆炸 死于非命 这些过去只能从报纸上电视里才能看到听到的字眼 怎么会和七七姐联系在一起 怎么会落在七七姐的身上 这简直太荒唐了 乍一听说 哈苏莫一把勒住了司机的脖领子 两眼冒火 暴怒地大吼 说他是在放屁 司机哆哆嗦嗦地连声解释 说这都是真的 引机器前两天刚下葬 是哈主任 就是你爸爸亲自安排办理的后事 两百多公里的路程 宝马车不到一个小时就跑完了 进到市区 哈苏莫拉开车门立一声吼道 下去 不带司机站稳 一踩油门 打转方向盘 直奔市人大办公楼而去 人大办公厅主任 听到轰隆隆的脚步声 肆无忌惮地由下而上 皱了皱眉头 走出房间查看 一见是哈公子 忙换上笑脸 抢先打招呼 是哈总啊 滚 哈苏莫怒吼了一声 把他拨拉到一边 凶神恶煞一般 静止走进楼道顶端 主任的办公室 这时候 已经是午后的四点钟 通常这个时候 哈文昆都要准备 收拾收拾回家了 听到外面的喧嚣声 他还没有弄清楚 是怎么回事 房门便哐嚷一声被推开 把他吓了一跳 然而一看是儿子 他心里立实明白了 回来了 怎么事先连个电话也不打呀 他有意把语调放得和缓一些 语气里充满了关心 哈苏莫站在他对面 身子像打摆子一样 素素地打颤 两眼直勾勾盯着他 一句话也不说 你怎么了 是不是坐飞机时间太长了 没导过时差来 哈文昆忽然心里一阵发虚 表情变得有些不自然 你 你告诉我 七七姐她 她怎么了 她在哪儿 哈文昆的脸上 显出了悲伤的神色 慢慢地从大办公台后面转过来 想拉儿子坐下 可是哈苏莫用力掰开了她的手臂 依然站在那儿 哈文昆深深叹了口气 唉 我本想 等你回来歇几天 再详细告诉你 谁知道 你却先知道了 儿子呀 巧儿她 你七七姐她 她走了 死于一起意外事故 不 是你 一定是你杀害了她 你就是凶手 哈文昆狠狠地一拍桌子 混蛋 你胡说些什么 疯了吗 哈苏莫自己也不知道 是如何把车 开上了金口村那条崎岖山道去的 站在那只盗扣着的渔州前 他回身向山下望去 但见阴沉沉的天空 像他眼下的心情一样 仿佛被一个懦大的斗笠盖住了 远处的金鱼弯港 笼罩在一片灰蒙蒙中 看不到一丝往日海天一色的壮阔 不带哈苏莫推开柴飞 就见一个头碗笑带 身皮白衣的身影 从院子当中毛屋里出来 是燕雨亭 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 六七个小孩子 前后牵着手鱼罐而出 紧跟在燕雨亭的身后 他们无一例外 人人披着重笑 脸上都是悲气的表情 燕雨亭似乎知道哈苏莫回来 也知道他要来做什么 丝毫没有惊差的神色 声音平淡地问道 你来了 在哈苏莫听来 那前台词似乎是 你终于来了 我知道你会来的 哈苏莫多少有些奇怪 他和孩子们 怎么也要为隐积积带笑 不带发问 燕雨亭先说话了 我要带他们 去给爷爷烧纸 今天是爷爷头七 孩子们想爷爷了 原来是那个老八路 爷爷去世了 哈苏莫这才注意到 燕雨亭和孩子们的笑袋子上 兜出了一朵 小小的黑色菊花 通常在电仪上 这是孙辈的身份标志 哈苏莫随着燕雨亭和孩子们 走到坡下的一个岔路口 烧到几刀纸前 一片片黑色纸灰 随着风像蝴蝶一样 从地面上卷起 伴着孩子们哭喊爷爷的声音 在灰色的空气中 飘得很远 燕雨亭却没有哭 火光映照着他那张圆圆的脸庞 哈苏莫看得出来 和上次见面相比 他憔悴了许多 但更明显的变化是 他似乎长大了 那个村里派来的女人 在屋里哄着孩子们吃饭 燕雨亭和哈苏莫 站在小院里默默地相对 其其他 留下什么话没有 两久 哈苏莫才开口 声音忽然变得沧桑了许多 带着阴影 燕雨亭摇了摇头 慢慢地说道 她是个好姐姐 心地善良的姐姐 停了停 像是自言自语 她很纯洁 也很爱你 燕雨亭后来知道了 尹七七个人生活道路上的坎坷 并对她抱有极大的同情 尹七七虽然有意介绍 自己和哈苏莫相识 但是内心深处 依旧藏着哈苏莫的影子 只是 由于和哈文坤的布伦关系 不敢接受哈苏莫的爱而已 燕雨亭也看得出来哈苏莫对表姐的一片真情 所以那天晚上 尹七七半遮半眼述说自己的心境时 她坚定地鼓励尹七从阴霾中走出来 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真爱 不过眼下 燕雨亭却不想把尹七七那段不堪的经历 告诉哈苏莫 姐姐在她的心目中是那样的完美无瑕 就让这种完美形象永远地活在她心里吧 燕雨亭跟着哈苏莫从车里下来 发现前边停着一辆白色的卡罗拉轿车 两个人十步走上山岗 远远看到尹七七的坟前 站着一个俏丽的身影 燕雨亭一下就认出来了 是蓝梦英 蓝梦英回头望了两个人一眼 没有说话 哈苏莫看到 一大树黄白香尖的仙菊花摆在了墓碑前 蓝梦英掏出手帕 细心地擦拭着尹七七的遗照 照片上 尹七七好看的嘴角向上微微地翘起 带着令人心动的吟吟笑意 仿佛正在向大家问好 哈苏莫的眼泪夺眶而出 燕雨亭和蓝梦英 看着哈苏莫跪在坟前 喃喃诉说着对尹七七的情和爱 诉说着心中的懊悔和遗憾 诉说着无尽的不舍和思念 也诉说着对那些看不见的黑手的痛恨和鄙夷 两个人都有些动众 燕雨亭不由地抽气起来 蓝梦英默默把手搭在她肩上 蓝梦英和哈苏莫不熟悉 和尹七七交往 也是通过燕雨亭组织的义工活动 但她不用问就知道 眼前这个悲痛欲绝的小伙子是谁 江大明被控制后 已经交代出很多令人震惊的黑幕 而所有这一道道的黑幕 最深处隐藏的那个人 便是这个小伙子的父亲 他是这一切罪恶的冤手 只是这个可怜的年轻人 却被蒙在了鼓里 甚至连自己心爱的恋人 究竟是死于怎样一个惊天阴谋中 她也未必清楚 这真是个悲剧 蓝梦英转过身 给燕雨亭睡去了眼角的泪花 爷也走了 你和孩子们怎么办 她轻声地问道 燕雨亭说 村里答应要继续资助这些孩子 昨天 北京那个青年医学专家又来了 带来了不少东西 还说过些日子会有另外的一位爷爷 过来看望孩子们 蓝梦英说道 琪琪生前也很喜欢这些孩子 以后我会经常过来帮帮你的 有什么事你随时可以找我 燕雨亭泪眼婆娑地点头 她好像又一次置身于赌场中 似乎是在马来西亚的云顶赌场 那年她带队赴新加坡考察 抽空去了这家东南亚最具盛名的赌场 和中国澳门和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不同 云顶赌场宛若一座山雕盘踞的匪巢 微虎洞 阴森而恐怖 但正是这样的环境 才能烘托出那份大起大落 大悲大喜的气氛 才能使人感受到 人生的不确定性 和财富归属的不可捉摸性 一张斯诺克球台大小的赌桌 四个人环坐而坐 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她操起倒扣着的扑克牌 用眼角的余光瞄了对手一眼 双手半合 慢慢地粘开 顿时胜算在胸 这样的结局 对她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 她不敢与赌王自诩 但在这种场合 从来没有失手过 突然 赌场里的灯光 一阵昼明昼暗 像是有一股狂风刮过 台上的牌商一下子乱了 围观的众人顿时喧哗了起来 还没等她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像左右和对面三个赌客 摔下了手里的牌 冲过来不由分说围住了她 你他妈的尽个玩老亲 她莫名其妙 正要解释 就像揪住自己领带的那个人 像易容一样 忽然变成了隐七七的模样 浑身血迹斑斑 避惨腿断 衣衫蓝绿 气处忧怨地望着她 不带她反应过来 隐七七的脸 又变成了另外一张面孔 一张头发凌乱 双眼暴突 蹊跷流血的面孔 她猛吃一惊 不禁惊恐地大叫了起来 那是一张 她极力想忘记的面孔 一张时时令她陷入梦魇 无力自拔的面孔 一张三十年前的面孔 哈文坤从噩梦中惊醒 出了一身的冷汗 她无法再睡了 起身坐在床边 脑子里依然一炸一炸地疼 大半辈子了 哈文坤一直暗地里 把自己比作赌场中的庄稼 她信奉 人生就是赌博这句话 更愿意把官场野 当作赌场来对待 在这方面 她有着超人的纵横百合的能力 统治临海地区 就像经营一座超级赌场那样 得心应手 作为地委书记 她自认是当然的操盘手 可以轻而易举 左右赌桌上的风云变换 身边的其他人 包括匡斌 江大明等人 在她看来 不过都是陆路的赌客而已 他们的赌域 完全取决于庄稼 如何制定规则 如何吊牌 发牌 叫牌 虽然后来改任世人大主任了 庄稼的操控权被大大的削弱 但凭借多年积累的人脉资源 和经验指数 她仍然毫不怀疑 自己对这个赌场的巨大影响力 可是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她越来越发现 赌运并不总是在自己这一边 一种随时可能破产的危机感 越来越强占据着她的脑海 而江大明突然间失去了音讯 无疑是赌场经营 即将破产的一个信号 汉文坤从前天开始 就没有再接到过江大明的电话 连她的秘书也联系不上 这是非常反常的 过去江大明有事没事 每天必是晨晴晚会报 从来不会忘掉 这也是三十多年来 她一直坚守着的规矩 汉文坤背后 常把江大明看作是自己豢养的一条狗 狗对主人而言 庄城是第一位的 而在这方面 江大明可以说完全值得信赖 正因为如此 她的失踪便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情 不仅关系到整个赌场的命运 更关系到庄家的命运 汉文坤从前意识里 察觉到切切实实的危险正在逼近 他仿佛能看到 一只大网从空中垂下 像一片乌云罩在头顶 正在从头到脚把自己网进去 而他却是脱身无数 他又一次感到了脊背发凉 心头涌上了一种 不可言重的惶惑和恐惧 他不想坐以待毙 好在很久之前 他就让于香为自己 安排好了退身之阶 还是那辆奔驰 还是石榴亲自驾车 虽然天还没有亮 石榴似乎毫无怨言 像往常一样面色平和 操控着方向盘 汉文坤从他的身上 看不出有任何异常 藤敖山庄森严的大门 无声地打开 奔驰绕过那尊飞敖的雕塑 停在了敖宫大厦前 与以往不同 哈文坤不带石榴 为他自己拉开车门 便匆匆下车 往大楼里走去 于香欧已经等候 在三楼他的房间里 他倒不像是半夜 刚被惊醒的样子 舒喜得神清气爽 白愁糖妆装上的 团花暗文符字 在灯光下若隐若现 两颗一颗也不离手的核桃 转动得咔咔作响 老大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想想刚才在电话里 自己的语气 大概有些失态了 哈文坤竭力做出了一副 泰然自若的样子 淡淡地说道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忽然睡不着了 想过来看看 你这有什么好茶叶 给我泡一杯 于香欧笑了笑 知一向十六示意 告诉茶点师傅 煮一壶五月皇冠送来 哈文坤知道 五月皇冠是俄罗斯有名的红茶 配着牛奶蜂蜜和柠檬盒 不寒不温 既能消除体内的余热 又能恢复精液 清神去燥 喝清茶一样 是俄国人的最爱 晨起喝上一杯 大有弊意 这茶不能泡 只能煮 需要慢功夫 咱哥两个耐心等着吧 于香欧大大烈烈地坐下 笑着对哈文坤说道 哈文坤瞥他一眼 多少有些意外 尽管三十年前 两个人就在一起撑兄道弟的 但自从坐上临海地区头把交椅 于香欧就不曾再和他攀兄弟了 今天于香欧的举止有些反常 可是哈文坤固步地计较这些了 香欧 大明的事 恐怕有些麻烦 你得早做地方 他猝起眉头 一字一句地说道 于香欧转动着手里的核桃 听上去语气很轻松 我心里有数 那小子也是闹腾到头了 我早就料到他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说这种话 哈文坤沉下脸 不由得又拿出了居高临下的口吻 他和你我都是在一条船上 同桌共济这句话你不懂吗 他要是出了问题 同熬起团 还有咱个俩 哪个能好得了 他也不由自主撑起了哥们 于香欧不语 脸上却挂着难以捉摸的浅笑 叫什么 他会认询 他的太炭 他会认询 那么这种话 那么这种话 他就想要 你这种话 呢 还是